我正从未停止履行打击贪污的承诺 其中已推行的反腐速探措施如下 政府已推出马来西亚采购资讯网站 My Procurement Portal 以确保政府工程项目的招标过程透明化 此采购网站也公开列出政府合约与投标项目 让合约价值、招标日期及得标者的详情一览无遗 至今15,878项投标结果已经发布 政府已设立14个贪污案特别地庭 以及4个贪污案特别高庭 贪污案需在一年内完成审讯 逮捕人数552人2014年 841人2015年 及939人2016年 总审计司报告每年在国会提成两次 发现3960个贪污弊端问题 85.6贪污弊端问题已经解决 国阵政府也已推荐2010年 告密者保护法令第711条文 保护告密者在提供贪污或行为不当的情报后 不会遭受任何人身安全的威胁 成立政治现金国家咨询委员会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民为本 绩效为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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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